我们这个前面三次 红白蓝 那是把所谓的爱情 就是生命感情 那给他呢 分成三个侧面的头领 就是自由平等不爱 而说他们彼此的勾连 那勾连礼以后呢 其实复归于一体 那就是今天要看的这一部 《双面维罗尼卡》 那这个也是 这个齐斯劳斯基最高峰的作品 那么它是先有了这一部 这是1991年拍的 下面呢 才有红白蓝的三部 所以这一部呢 可以说是齐斯劳斯基 它的一个巅峰 那这个意涵也非常的深刻 那说到这边 我们顺便先插出去一下 前面这个红白蓝是 就是把爱情做一个静态的空间投影 分为三个侧面 那下面呢 我们今天看完以后下个月呢 那我就想说那就是爱情落在时间之流的发展中的三个阶段 我们选的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这个王家会的花样棉花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动情 那动情了以后你就要问你的动情是真情是假情 很多人都是动的情都以为是真的 然后就很鲁莽地在一起 然后才发现根本不适 弄错了 所以那个动的情是一个真情在一起 好 最后是真情 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用了英国的那个女导演沙利波特 她的一部这个《梦幻无神》 她的原名这个《探戈克》 那说成为情人以后呢 你有你的个性 我有我的个性 到底是你主导我们的关系 还是我们主导我们的关系 两个人需要磨合 磨合不成 就算是动的是真情也没有办法长久 那磨合成了以后呢 才可以走下去 那第三个阶段呢 好吧 就算是磨合成了 婚姻生活日日重复 久了以后呢 人会累 人会闷 于是那个感情就会出现变化 鼻子本来偷的渐渐卡固 于是就会出现了 这个所谓的外语 不过90%的外语都是假性外语 当你的配偶发生外语以后 要怎么办 很多人都是弄假成真 闹烦 如何能够散除 如何能够散除 这个感情的这个 这种歧途 能够散除呢 下面才能够长久 这个是爱情动态发展的三个阶段 那我们用了一部法国的电影 叫做《做爱后动物感伤》 这个完全是片名之一 发文的原意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俩下面的 好 在这个静态的三个侧面的分界 动态的三个历程的发展 中间 那就是那个 这个 直直 核心 那这一部双面维罗尼卡 所谓双面维罗尼卡 是指的 故事啊 就是说 在波兰跟在法国 都有一个女孩子 名字叫维罗尼卡 她们的个性 她们的喜好 她们的一些小动作 甚至她们的身体的基因 都非常的相识 所以呢 那到底 其实老师之一这样的安排 当然也很有设计感啊 跟那个白色一样 到底她为什么做这个设计 好 这部电影呢 非常精简的 也非常精准的 点出啊 人性里面啊 一个普遍的内在观点 就是 两个人为什么会相爱 其实 根本的原因是 因为 彼此内在的观点 那这个内在观点啊 事实上是 所有人 性里面都 用爱的人 所以我常常说 这个 爱情的浪漫出动 爱情的发生 是任何两个人之间 都可能发生 那之所以没有发生 只是事实没有发生 而已 只要遇到某种机缘 任何两个人之间 都可能发生 好了 那 要怎样才能发生 这就是 生命 或者说感情世界的 最核心的奥利 好 那这部电影呢 就是 点出了这一点 好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回应到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 动情 动是真情 是假情 这个来自于啊 人性深处 彼此的 内在的观念 那个才是真情 好 那这一点呢 这个生命的奥秘 我们9999的 都已经丢掉了 好 怎么把它找回来 这是每一个人的课题 好 那这部电影也不长 只有98分钟 好 那中间呢 其实每一个情节 甚至 每一个对话 都含有神秘 当然也 一贯的跟前面上不一样 中间都有一些 与情节无关 他 导演故意插进去的东西 前面三部 就是说有一个老妇人 拿个瓶子 丢掉 垃圾桶 那这里后 虽然没有拿瓶子 丢掉垃圾桶 但是依然有一种 很衰弱的老妇人 好 他的出现 用意观之的意思 他也可以数理一下 好 那我们写 写话少说 我们先来看 好 好 我们来谈谈这部电影 这个 齐斯劳书记啊 他的电影 意象 就是非常的 丰富 而且精准 所以呢 从这边也可以看出他 对这个意象的设计 那我们很容易看不懂他的电影 是因为 我们还是很习惯的 把它当我们的生活经验 来理解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很多地方都不懂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你要把它当一个意象 来看待 问他为什么世纪这样子的意象 比如说世纪两个 这个都是在同一天 1966年11月23日出生 两根 有很多地方的相似 好 那这个 也喜欢用护唇膏 也喜欢用戒指去 在眼睛烧牙 也都喜欢用水晶球 它那个水晶球不一样 法国维洛尼卡的水晶球 是真的水晶 那个波兰那个呢 其实是个假水晶球 只是个橡胶 因为丢到地上 还可以弹起来 好 那个不一样 都有心脏病 对了 那个波兰的维洛尼卡 你什么时候才开始意识到 它有紧脏病 上完课已经是第二次了 上完课已经是第二次了 她在家里的时候是第一次 那这个 在她姨妈家是第三次 第四次就是在舞台上发病 她很多细节都是有安排设计 那么像这个安排两个 都名字都叫维洛尼卡 这就是一种设计 这就是一个意象 好 那我们要问说 她为什么这样设计 这个意象代表什么意思 那要这样子才能够 要容易啊 正确去理解跟解读它 好 好 那我们就先边把这些 那我们就直接来问 这整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 所以这整部电影 就是一个整体的大意象 那其实劳斯基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 就安排了一个整体 整部电影的一个意象 它到底是要传达什么意思 那就是电影的主题是什么 那这个主题以后 我当然显示到电影中的一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是哪一个 心电感应 心电感应可不可能 我先问一下 最后一个镜头 大家有没有觉得饿了 哎 怎么 继续结束了 最后一个镜头就是 她去看她爸爸 还没有进去哦 伸出所来 扶摸那个树 嗯 这什么意思 你要知道啊 就在这个同时 她爸爸在干嘛 在家里用她那个 一分钟两万七千转的洗床 在那边处理木头 她们妇女性还有啊 她正在处理的时候 忽然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停止下来 嗯 她爸爸停止下来 嗯 什么意思 感应到女儿来 女儿还没进门 她们两 父女是通过什么 而传达这个感应 通过树木 嗯 她手一摸那个树 她爸爸正在处理那个 木板 通过这个树木 她们的心电感应传到 所以最后一个镜头 意思就是说 心电感应是可能的 原则上在任何人之间都可能 当然 当然 需要再有一些 内在的 互相的感应 有内在的 互相的默契 有内在的 互相生命的关联的人 更没法生 所以这个整部电影的主题就是 问 要提出一个问题 心电感应 如何可能 那从便延伸也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 爱情的浪漫出动 属于叫一见钟情 可不可能 那答案当然是可能 只是虽然可能 这并不必然会发生 但虽然不一定会发生 可是理论上 在人性上 它是永远都是可能 那问题就是 虽然可能 那如何才能发生 那么在这里呢 它用了两个维若妮卡做对照 那么波兰的维若妮卡 是整个的生命啊 没有遗失它的本真 心灵 没有丢掉 没有昏昧 就是一个健康的 自然的 纯真的 纯真的 敏锐的 一个生命的 应有的 原始的状态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不但可能 不但可能 或者随时度过它 是 那各位有没有觉得纳闷 为什么 这一共一个半小时多一些啊 波兰的文若妮卡的细分 只有半小时 嗯 后面巴黎的文若妮卡的细分 一个小时多 为什么 就因为啊 真诚的生命 没什么好说的 一击一切 凡是那个丢掉了 昏昧了 那 反正99.999 人都丢掉了 丢掉的人呢 要重新找回 他的生命的本真 重新觉醒他 本来明觉 可是后来昏昧了的性命 就需要有更多的 生命的历程 什么历程 反求诸己的历程 所以呢 这部电影可以用 一经六十四卦里头的一个卦 来表示哪个卦 复卦 一个羊上面五个音 一羊复位 那个一羊就是初心 初心回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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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卦说 不远复 如其咎 他的初咎 所以说不要迷失的太严重 我 迷失了一会儿 很容易回来 而且呢 百分之九十九九九九九九的人 恐怕应该是百分之百了 都是良心 真心丢掉以后再找回来 所以我有一本书说 把丢掉的性找回来 我常跟人提示说 不要害怕 把性丢掉 因为丢掉以后还能找回来呢 才是真心 所以呢 人简直没有例外 心都会丢掉 丢掉没关系 要急早找回来 如果你太严重 就会找回来 好 所以呢 这部电影可以用衣经的复卦来表示 也可以用孟子那句话 学问之道如他 求其放心而易 人生的修养核心关键 就在那个把一度丢掉的心 那是一定的 简直没有意外 要把他找回来 所以呢 他先用了半小时 枯成了这个波兰的如若尼塔 他一个纯真 没有丢掉的生命 是这么样简单 这么样的直接 那么这一部电影中 一个最重要的 当然整部电影都是个异象 如果就里面的分化而言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异象是什么 就是音乐 就是歌声 或者说就是声音 这个佛家说啊 这个五根里边啊 眼耳鼻舌身 耳最远通 所以人死了以后啊 其他的都逐渐的没有了 最后还留着的是听觉 因为这个声音呢 是最简单的 可以直接通天 所以这个电影啊 所以这个电影啊 的第一个镜头 就是波兰·维罗尼塔 跟他一群同学 在这边练唱 唱到最后那个音的时候 你让他维持了好久 在这个维持到最后的过程中 已经开始有环境的干扰 比如说下雨 雨已经滴到他的脸上了 他摸一下 依然继续在唱 他的同学已经开始跑走 跑到只剩下他一个人 所以把他完全唱完 他不受环境的影响 第一不受下雨的影响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车 唱完客游呢 他要回家什么时候 各位有没有注意 有一辆小货车 上面载着一个 当初的波兰 正在威权统治之下 他是一个强人 台湾就当年老奖 在一个强人威权统治之下 他有示威啊 这个街上不是有示威吗 他都没有受到这些影响 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 没有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 而且也没有受到贫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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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候的波兰 是一个很弱户的地方 你看他的生活显然不欢愉 你看他的生活显然不欢愉 比如说他的水晶球 他都买不起一个真正的水晶球 只能用一种呢 就是橡胶做的水晶球 这么一扔 因为他去试唱嘛 这个对方很满意 他出来很高兴 一高兴把水晶球弹上去 弹上去之后 他再碰到那个天花板 结果呢 落下纷纷的灰尘 撒到他的脸上 他也不受干扰 而且那个灰尘在那个光线造业下 还亮晶晶的 好 就他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下 他独立自主 完全不受影响 那么 甚至也不受他的病痛的影响 他的心脏病 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不去看医生 看不起医生 无所谓嘛 这个心脏病都心脏病 什么死掉就死掉了 反正能遭到会死的 有什么好担心 有什么好忧虑 有什么好害怕 甚至 也没有受到一个色情狂 吐肉狂的影响 他那边视察 回来 路上受心脏痛 正在那个地方一片黄叶 落叶 后来呢 跑到那个椅子那边休息 这时候一个男人楼过来 他一靴 各位看得懂吗 他这个人看得懂 一点没有受到镜像 没有那种呢 时下女孩子都无所谓 不要尖叫 而且呢 跟前面三个三色啊 都有类似的镜头 那前面都是有个老夫人很辛苦的 要把那个拿去 那这边是一个老夫人 提了两个很重的 才累了 下来换手提 她不是一样吗 她的反应非常直接 一个就是说我来帮你 虽然那个老夫人 并没有让她帮 可是她的反应是直接 敏锐 那么甚至呢 这个她到了 这个安科拉去看她的姨妈 因为她姨妈前一天也是心脏病房 姨妈不是说吗 这个这个 你看看我还活着 不会惊讶吧 这个家族 我妈跟你妈都是这样死的 其实我妈也就是你妈的妈啦 你的外祖母 你的母亲 都是心脏病房 这是家族遗传 那么 这个 这个 她的男朋友跟着来了 说我只来圣诞节送你一个礼物 而且呢 来告诉你我爱 我住在假日饭店 278号房间 打电脑给我 她就骑摸车走了 她就迟疑了一秒钟 立刻就追上去说 你送我回家 那么人的告白 人的把内心的真情 去做个及时的一个传达 很多人都是错过了实际 回家又这样 哎 不用不给她讲 为什么会错过 生命中有障碍 也许害羞 也许疑虑 也许疑虑 也许感情很大 一个生命健康坦之人 她就算错过实际 也只错过一秒钟 这就是生命的直接 那么这个直接呢 就用她的声音 她的歌声来表演 那那个 她去看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就为那个炼唱弹琴 那个只会说 因为弹得有精神一点 然后跟她说 你唱得不错 你的声音很不一样 请问 她的声音怎么个不一样法 我们可以回顾她的第一个镜头 她仰起头来 她的声音可以直达天听 怎么不一样 别人的声音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器官的层面 只是一个技术 她的声音有内涵 你跟你讲的是什么 直接通到道 直接通到天 也就是直接可以通到 所有人生命 人性里头最核心的本源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声音可以唤醒 所有人的觉醒 是真正的感人 不是那个耳目之鱼的感人 是能够感动人心 所以不一样 所以在这边就以她的声音 作为一个主要的核心 她被选取了 在那个审查的时候 那个主席说 虽然没有全票通过 原来有人没有投她同意一票 是哪一个 你一看就知道 就是那个主要 这边就是傻子嘛 不认识真人 这个后来又出现了一次 在巴哈尔里火车站 看到他下面 这个人不是死了吗 怎么在这边出现 是不是 这是其实老师记得 这个小趣味 好 好 所以在这边 在这个上位高峰的时候 心脏频发死了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当他心脏病发做以后 那个摄影镜头 是个什么镜头 俯视的镜头 后来他下葬的时候 是个仰视的镜头 原来这是谁的观点 维洛尼卡的观点 也就是他虽然死了 其实没死 他肉身死了 他的心灵是永生的 所以他虽然是身体倒下去了 他的灵魂在上面往下看 看到大家回到他的遗体那里 他虽然下葬了 他的心灵还是活的 看到他要把那个土 好 这样子一圆秋一圆秋的 撒到他的 他的棺材上 这个象征着 在 波兰的维洛尼卡 重心不是放在他的肉体 重心放在他的精神 他的心灵 那是一个自由无限性 那是一个永恒不醒的心 所以他其实是永生 那么如果回到说 这个从心电感应 是否可能 其实也就是说 在爱情上面的 浪漫出动是否可能 好 好 我们看到 前后两段啊 开始都是开始于一个阻碍 但是我们看到 波兰的维洛尼卡的阻碍 是立即的 应接的 坦然的 欢愉的 就在那个大宇宙 就在那个 就在那个通道上面 忽然想跟他亲人 于是就到了 安台的 大概他的房间 墙上还有 哎哟 你看他相片 这边微笑的看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 回到家跟爸爸说 我常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我在这个世上 他爸爸听不懂 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活着 他爸爸意思就是说 本来很多人跟你一起 同手有很多人 可是他意思是说 心灵的合文一体 他爸爸没听懂 他问他爸爸说 我到底要什么 他爸爸也听懂 大概要很多吧 其实 人真正要的不多 无非就是要实证 真我和真爱 真我和真爱 当下就是 既然当下就是 所以 所以 这个生命重的是 它的 纯净的本质 纯净的本质 永恒无一 并不需要有复杂的发展 并不需要有复杂的发展 所以也不需要过那么久 这个 这个 大姨妈问他 顺利吗 他说 很好 这个 我还担心太顺利 这个话也画中国话 有玄机 太顺利了 生命无常 太顺利了 可能还有变故 原来这个辩护就是在 就在舞台上 明星上 明八四 好 我就联想到 颜约 这么纯净的生命 早死 其实就颜约来讲 早死 晚死没啥 因为颜约呢 展示了一个天道 一个道德生命的平均 孔子的两个弟子 真正懂他学问的 一个是颜约 展示了天道 道德生命的 永恒的本质 另外是曾子 曾子展示了 就是那个 丢掉以后 要怎么样重新找回来的 功夫修养立成 那可很累啊 那叫人以为己任 不义重乎 死而后已 不义远乎 事不可以不弘义 任重而道远 那叫做临死的时候 才说 起于足 起于所 而今而后 不是免夫 他用功夫立成 来证明 好 在这个电影中呢 现在 波兰的维洛尼卡 好比严渊 巴黎的维洛尼卡 好比是曾子 诶 他的第一幕 各位要很敏锐 因为那边 刚结束 下个镜头 有人会干不懂 他不是死了吗 原来还没死呢 还是倒序 不是 这是巴黎的维洛尼卡 这边也有一个调诡的对照 欧南明明很落后 反而那个人比较更纯粹 巴黎很进步 很反而迷失 嗯 三十十年轻的台湾人 比较清楚 现在台湾年轻人都迷失 光是经济发展有什么用 心灵法更容易丢掉 好 当然 巴黎的维洛尼卡 虽然迷失 没有严重 他还是有感觉的 只是他对他的感觉 不甚凉不凉而已 所以呢 第一个镜头 依然是做爱 可是做爱刚做完 他就难过 请问他为什么难过 他立刻就知道 这个不是真的 这个是只有性没有爱 没有爱的性其实并不定的语言 虽然这也是一个老同学 我们上次见面什么时候 高中的时候 当时候的 巴黎的维洛尼卡是几岁 1966生 拍一个电影是1990 24生 他们也好几年没见了 只是因为这么一点 以前认识过 就上床 他立刻知道这些不对 对方 比手足够不错 你怎么了 很难过 我跟你说 那笑话 我 没用 这个 要不留下来 不用 难得 姗姗的走了 留下她的一个沉思的面 从这个爱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你 为什么要跟人家发生什么关系 连带的对自我都怀疑 那代表这个自我的 我们刚刚说 就是音乐 就是声音 她的自我怀疑 导致自我放弃 就是放弃决音 所以下面的镜头就是 开车去老师家 老师说 我们就是今天了 说我记错了吗 不是你没记错 是我来告诉你 我决定放弃 老师说 你没有权益 是没有权益 刚刚基于我的自由 我还是要放弃 你会得天钱 你不可以 你是个天才 就没办法 我对自我没有信心 我对自我怀疑 当人的真心没有找回来之前 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 所以现在台湾年轻人 为什么什么都不要做 只要玩电玩 就因为真心丢了以后呢 一切所作所为都没有意义 都不想做 因为人最优先的 就是要把你丢掉的心先找回来 找回来以后能一切不容易 好 于是呢 巴黎的文若尼海 就需要有一个 找回丢掉的心 重新找回自己的一个历程 重新找回自己的一个历程 但这个历程呢 需要有一个带领字 要先知觉后知 先觉觉后觉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个偶戏人 跟亚历山大菲比 就担任了这个带领人的 这么一个身份 好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 对等的恋爱故事 事实上呢 是菲比呢 负责去 把她带回来 所以这个电影的唯一主角就是 巴黎的文若尼卡 好 连亚历山大菲比 都不算 不算男主角 好 那么这个引导啊 就要循序见见 好 那其实我长期以来 都有这个随缘啊 这个 扮演担任 一个 丢掉了本心 要找回来的人的带领子 好 这个很多人的以为爱上女 我们都知道 她不是来求爱 她是来求教的 她是来求救的 好 虽然用爱心的名义其实都不许 好 这个我恋人说 如果下辈子我们还能选择 我看我还是嫁给你吧 她说大概没有别人了解你 好 这么多女生呢 只有她明白 好 好 这些人都是要来求救 求教的 好 所以我陪过很多人一段 陪这个人一段 陪这个人一段 陪到她把她的自我找回来 这个时候做毕业 这个时候做功行圆满 好 在这边当然了 有非常非常多的 顺着每一个人的 生命存在的状态 在她的 丢掉本心的那个 这个病的严重的程度的高下 有不同的水源的一个事实 水源的待遇 太复杂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复杂 指向的那个目标唯一 就是帮助她重新决心 让她的心重新起回来 那么在这个电影中呢 没有办法 把这个复杂的 这个 生命的亲密互动 表面上来看也像是个爱情 事实上面是 有某种带领 某种指点 某种考验 这个电影拍一百步都拍不完 其实老司机就过来这一套 他用了几个四季 这里头呢 有三小考 一大考 三小考是看你够不够格 看你的反应怎么样 第一小考就是一个无头电话 嗯 小的 他叫喂 对方不说话 很多女生都有过这种经验 就看你怎么反应 是这个模式化的反应 又是一个色情话 又是个无聊 他当然会断 如果是这样 好 那就断 以后别谈 他至少会说 说话 我要挂了 他至少会通知 对方女生说 不要挂 他要等了一会 才说 我现在挂了 好 这个反应 及格 因为他没有用那种 模式化的 一再的被用经验制约 形成一种呢 完全没有心 上次的 对别人的起码同情 就用一种的 负面的心态 就更倒霉 又遇到鬼 哐哐 挂掉 他的那个 心的迷思 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他有起码的善意 会说 说话 不然我要发电话了 好 第一关通过以后呢 就有第二个小卡 第二个小卡 就记了 一条鞋带 这一看鞋带 没有别的东西 他有一点点模式化反应 没有 把他丢掉 就是 如果就此丢了以后 你就没有下关 结果是 他回去以后呢 灵光一闪 在睡的时候呢 被外面反光照到他脸上 他起来看 对面有一个小孩 拿一个镜子 把光闪进来 看到他发现了 就进去了 把他窗关起来 可是不然以后还是有那个光啊 再去窗外我看的时候呢 没有人用镜子来反应啊 请问这个光从哪里来 我们在看南色情调最有这种光呢 不想从哪里来的光 我们只好说 就是天光 上帝的光 也就是人的灵光了 人心 他的心灵光一闪 天眼开了 宽有个警觉 那个鞋带不会无缘无缘 于是去那个热水桶 把那个鞋带藏回来 大概热水桶 很脏 回来了 洗干净 各位啊 看到在水龙头下面啊 洗 然后用吹风气去吹 你有觉得那个鞋带 有什么特别感觉 像是活的 表面上如果吹风气吹它 它就会晃动 可是感觉它好像是自动的 它会自动打个结 回来在灯下面啊 看那个鞋带 下面有一张纸 各位有注意那是什么吗 这是新颠图 新颠图 可见它也有新颠图 它把那个鞋带 一蹦 这一蹦就好像是 新颠图成为之鞋 人就挂了 生命无常啊 好我们顺便说一下 电影中为什么会有一辆 在巴黎火车站旁边 有一辆废弃的车 放在那边没人开走 最后只好供部门来把它调走 它一再的拍一个什么意思 而且呢也有 从三世到这步 一直都有老妇的 行动维艰 图个背 什么意思 对照明清的生命 血色鲜利 总有一天 你要问那样子 生命无常 那生命无常 意味着什么 要人不要蹉跎 珍惜当下 每一个当家真正乎 不要以为来日方长 生命转眼就过去 好 好 所以呢 他需要及时警觉不远复嘛 也从这个鞋带开始想 这个时候 于慢慢就想到那个偶袭了 也许找他的同事 好了我们再补序一下 他的同事啊 要跟他的先生离婚 因为先生呢 不断的跟别的女人搞性命战 可是张帝不愿意离婚 他需要在法庭上 有确凿的证据 可是那个跟他先生 有过什么上床的 不愿意丢脸 不愿意作证 结果他反正说 我来作证好了 你愿意在法庭上说 跟这个男人去年 上床过十三次 今年也差不多吗 有什么不可以 这不是做伪证嘛 做伪证 为什么有什么不可以 这边也许有个意思吧 真情意理大于法律 不过那得是真的真情嘛 你不能假冒正义 不顾法律 像现在的小英政府 那可不对 你是真的是真情真理就可以 好 当然他做这么结果 很显然 法庭就判离婚 准了 所以后来他那个同事的丈夫 跑到他家来 坐到楼梯 说 你真的搞到这个地步 我只好说我超想 他现在本来以为 我不要离婚 这个法庭上面是没有办法看的 你始终就这样来 做伪证 好 好 于是他就问了这个同事 那个偶戏人叫什么名字 只记得他车上有 他名字是A开始 我可以写一下 是亚尼山大吗 这个 还是什么 然后从他的故事去想吧 我觉得那个故事我听过 呵 就是我和我的女儿讲的床变故事 她抄袭 她去了她就跟她说 不是抄袭就是她写 她名字是亚尼山大福尼 他不但有这个挂别的这个故事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携带的故事 他就知道了 打电话来的寄携带来的就是亚历山塔 好 这边我们问一下 他那个偶戏演完 他不是开车回家 在红灯前面 刚好旁边菲比的车子停在旁边 他拿那个香烟弄倒 菲比看到以后啪啪 说倒了 请问他为什么会把香烟弄倒 原来神不守事 为什么神不守事 心中有了一个触动 什么触动 浪漫触动 只是他自己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说 爸 我恋爱 真的恋爱 这个爸爸比波兰的那个爸爸要 跟女儿有感应 是谁啊 我认识吗 不认识 连我都不认识了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是谁 还没有查出来是菲比 但是有那个感觉 可是感觉从何来的 他还搞不清楚 他就要搞清楚 好 搞清楚是菲比了 第一个去买他的书 回家来一本一本看 然后下面呢 第三个小考 好 邮差又寄来一个信 这个时候他赶下去 这个 这里头是什么 他也要说 是那个雪茄盒也是空的 撕开了干股外去 哎 他应该能够拆个刀吗 可是为什么这个空的盒子呢 里头应该有什么呢 原来啊 他分成两处寄 盒子寄到他家 内容物寄到他爸爸家 他就说 哎 有从巴里寄了一样的东西来给 打开这个录音袋 他就可以把这个连起来 他就知道 这也就是飞逼起来 回家去听 听那个 这是巴黎火车站的声音 好 所以呢 这头三个小考啊 第一个 无头电话 考理挂断还是不挂的 他没挂一段通过 第一个 考理呢 丢掉那个鞋带 有没有去捡回来 所谓捡回来 就是有没有从这个鞋带 进一步去思考 去探索 去追求 而找不到 这个人就是 要遇上大飞 第三个考验 听了这个以后 也会不会到 巴黎火车站在 好难喔 哈哈哈哈 他很厉害 还知道说是咖啡店 哈哈哈哈 他从来约 约那个 试的试者 试者 他不听 不听 有 有 有 试者的声音说 有 对 那个就是咖啡店里面的 试者的声音 跟仔细一遍遍听 诶 还有啊 他在听陆运带听他的时候 会问医生说 谁 为什么会有这个 没有人啊 这表示什么 就是 但是 他的现实 跟他的心灵世界 其实已经连起来 好 他恍然在信中 听到有人回应他 喊他 那个恐怕是 巴黎来的声音 所以感到他爸爸家里头 找到那个信封 好 1990年 大概是7月12日吧 因为7月12日吧 因为7月12日 因为7月12日 是不是应该 月在前面 巴黎的喜欢 是7月12日还是12月7日 对 对 在美国是7月12日 日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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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12月7日 8日起来 8日起来 所以他决定去8日 这一边就碰到 好 他那个会比如说 这个我在这边等你48小时 我还怕你不来 他就说我还怕我来以后 你已经不在了 他说不会 我非在这里不可 站在这边再等你两三天 都是可能 好 这个三个小考都通过了 一个大考 他说就是说 他说 你这个是所谓何来 他说 我想写一本真正的书 我想啊 测试 这个心电感应 是不是真的可能 结果呢 这个大考都来了 我容易搞过去了 说 原来你把我当实验品 所以他问说 你为什么选我 他说不知道 这个其实就问 所有啊 恋人 问说 你为什么爱我 你为什么爱上我 如果他说 因为你可爱啊 因为你漂亮啊 那我不漂亮 因为你聪明啊 那我变笨了呢 所有你说出来的理由 都非常反正 你还得爱我 你爱那些理由 你爱那些条件 真诚的回来是我们知道的 我爱上你就是一个事实的反省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可是他现在有个嫌疑 你是为了想要查证 人与人间 先电感应 可不可能 那么 那么 这个就是说我也要写一本真正的书 这个算什么 算是两个人啊 浪漫出动的一个外在机缘 人总是会为了某种机缘相遇 而发生了浪漫出动 可是我们要搞清楚 不是真正在一起的原因 是那个浪漫出动 而不是那个机缘 机缘有可能是很美 让我在那么多人中 注意到你 可是我不是因为你美爱上你 美只是一个机缘 让我有机会的跟你发生浪漫出动 其实何止美是个机缘 丑也可能 因为特别丑 也让我在那么多人中注意到你 于是发生了浪漫出动 我称这个叫做门户 浪漫出动发生的敲门砖 而不是浪漫出动发生的凉剑 但虽然无条件 但虽然无条件却需要有个机缘 但虽然无条件 却需要有个机缘 普通人长生之后 黏着在那个机缘上 忘记真正的是 那个无条件的发生了大海 那维洛尼卡当时也会觉得 哦 原来你是把我当你写书的实验 原来你不是真的爱上我 那对不起 谢谢你 他比较多重 所以这个时候 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真诚的称业 比如他躲在那个 一个人家 好像随便 那那个凡事人都喜欢 怎样很安久 所以开门也不行 也不会不行 他进去以后 就看到废柄 对上来 在那边找他 还爬到高的地方去张望 还甚至因此受到了风寒 醒鼻涕 他那个狼狈 他不斥一笑 这一笑有分觉 就表示他心中已经亮洁 不几个亮洁 不像那个波兰的维洛尼卡 马上就轮不转 他依然有他的惯性 他没有一个出去说 我现在相信你 没那么快 他出来看到有个计程车 刚好停满那边有人下车 一个赶出去坐下 到个旅馆 他也看到 最后这一刹那被废柄看到了 看看他往哪边去 一个 一个跟上来 好 那到了那个旅馆 好 陷在一个面 他说 真诚的人说 你原谅 于是呢 他就可以接纳他 到他的房间 好 在这个地方 非比也累 也累他了 好 还没有等他换好衣服 他已经睡着了 他也不叫醒他 他也够累了 于是呢 就分别睡一觉 好 为什么需要睡 两个人都睡一觉醒过来 为什么要安排这个情节 这是一个重生的理想 睡醒一觉起来才是个信天地 睡觉一觉好比是要到桃花园 得先通过那个黑暗的煽动 通过那个煽动是另外一个新事情 所以当两个人都醒 同心醒过来以后呢 两个人之间 一切的这个考验都已经通过了 好 好 那么这一个异象啊 同时也有 他后来啊 就是跟了非比到他的家 他也是睡醒一觉 就从卧室起来 通过那个 那个时候的那个镜头 是跟着维洛尼卡的视角 跟他曲曲折折 经过那个也没有开灯的那个 走道啊 客厅啊什么 就到了这个非比的工作室 原来爱情的沟通 那个历程就是这么去曲折 要通过很多黑暗 最后才能够呢 真正达到一个真实的光明的景点 好 这个时候 讲完以后呢 他们就要谈 他谈得好一些了 他就问非比说 你还想知道的是什么 他说一切 一切 一切 一切什么意思 不是巨细迷移的知之间的一切 而是直指核心的根本 一切 这一切 我的一切就在我的皮包里 把东东倒出来 包包东倒出来 这个象征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内容 与生命历史 然后呢 发现 有很多被遗忘的历史 比如说有他的生活的内容 比如说有那个树青球啊 有那个护唇膏啊 还有遗忘的历史就是 找那个什么 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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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哎呀 要是我找了他好久了 原来就有这样 这是遗忘的历史 哎 终于呢 翻出一个关键性的 就是那个 拍了照以后去洗 通常洗了 他先给你一个小的 然后你去选哪个好的 再去洗那个大的 哎 现在年轻人已经没有这种经验了 我们以前用胶卷呢 摄影的时候 拍照的时候 就是这样 他说 这不是你吗 嗯 不是我 这个大意不是我 明明是你啊 这就是当年 巴黎的维若尼卡去 去波兰旅游 不是波兰的维若尼卡出来 看那边不是游行吗 因为局势有点动乱 所以那个导游就大概快上车 那这个巴黎的维若尼卡呢 那这个巴黎的维若尼卡呢 还舍不得不断的 把握最后的机会 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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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维若尼卡就看见 怎么有一个短空啊 一模一样 还是同样的戴着 红色的手套 红色的毛衣 对面看它 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波兰的维若尼卡 一眼就看到阿里的维若尼卡 阿里的维若尼卡 却没有看到波兰的维若尼卡 为什么 因为波兰的维若尼卡 用真心发眼来看 巴黎的维若尼卡为什么看不见 它用假眼睛看 所以用镜头 很多人去旅游啊 只会拍照拍照拍照 都没有用真眼 认真看一下 拍了几千张照片也没用 不然也照样尼卡 不要说现在用手机拍了 乱乱乱拍 反正不要钱 你那时候要花钱买胶卷的时候 拍友也照样尼卡 所以阿里的维若尼卡 他说这不是我 这明明是你啊 可见他当年洗了以后呢 可见他当年洗了以后呢 就没有再看了 这个表示什么 没有真诚生活 没有认真活在当下 他只是个记录而已 所以他看了说真的耶 这不是我 可是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 有一个人跟我长那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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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都痛哭 请问他为什么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哭 悔恨 悔恨什么 发现自己的过去都没有认证成功 才会随便跟一个高中同学上床 就像上完以后觉得不对 也不晓得不对在哪里 所以下面呢 它都是苟且呢 这个上床也可以叫苟且先活着再说吧 它有待慢慢有个机缘去找回真乳 终于经历过这个非比的引导 这边同时找回到真乳也找回到真爱 所以这个哭是一种觉悟的哭 对于过去没有认证生活 糟蹋了生命的一种悔恨的哭 不过虽然后悔过去 你现在知道后悔 就总是一个好事 又表示你现在呢 心灵觉醒 因为这个时候呢 这个非比怎么去安慰他 这种安慰也就是跟他很真诚的做爱 你有没有注意他们做爱 其实老师你怎么安排 他们做爱就在这个波兰的 波兰的维洛尼卡的那个影相片的注视之下 所以他们在做爱的时候呢 还没有就是波兰维洛尼卡的相片 误映着波兰维洛尼卡跟安排做爱的时候 墙上面也有维洛尼卡的相片微笑着看 你要想到波兰维洛尼卡 人虽然死了 灵魂是永恒的 也就是说 他平时做爱 是那个永恒的维洛尼卡的 眼睛在天上在看 连他那个水晶球也在那边震动震动 哼 你别想看这个做爱 惊天地气鬼神啊 尤其是真 那他前面跟他高中同学的做爱不一样 那个只是一种习气 没有心灵配在真正的爱 好 这个完了以后呢 下面就是一个结束 这个结束就是点出双面微弱尼卡 然后飞皮呢 于是连夜制作了两个微弱尼卡 很像了微弱尼卡 他为什么要做两个 他说他通常都会有个辈分 因为有时候不出来不出来也就会坏 坏一个需要的替换 同意现在同时的那个灵感 这个时候不是替换 而是两个呢 有关联 也许可以叫个double的手 我还没有想出两个字 其实就是不多弱尼卡 好 最后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说 就是因为所有人的生命内在都是相连成为一体 本来所有人就是一体 佛家叫做月印万川 虽然他照应下来有千千万万个影子 可是本体就一个 就是那个月亮 就是那个佛性 佛性唯一 佛有三身 法身 法身所唯一 当然他可以有段的分化投影 投影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个叫做化身 天天汪汪化身 每一个化身称为印身 或者叫报身 这个印身报身 他们是一个现实的独立人格 可是他们都是同一个法身的化身 他们内在都秉赴了同一个佛性 但也可以说同一个良知 同一个善情 同一个善情 或者说同一个善地的内在 用的名词不一样 意思都不一样 好 虽然是都有这个可能 但是世上面 建立一个浪漫出动 要如何才能发生呢 它唯一的本质条件 不是一个外在制纪的条件 是本质条件 就是你得把这一个 人跟所有人的人性 内在本来就有官员为一体的这一点 你要有一个心灵的觉悟 你心灵觉悟了 才能够明白 才能肯认所有人内在 是官吏在一起的 当你找回到这个本心 好 外面的心中心平觉了 你就只等待一个偶然的情缘 你跟你身边的任何人都会发生心电感应 那么这个时候呢 巴里尔维罗尼卡已经经历过 那一番功夫修养 找回自我本性的立场 因为马上就见证这个 你谁人跟任何人都可以发生心电感应 当游进而远 首先就跟他拔拔 所以 最后那个镜头 就借了一个偶然记忆 什么机缘呢 两个人都同时在碰触到树 当然可以有很多机缘 我们一起来泡茶 也是个机缘 我们一起来擦花也是个机缘 我们一起来演奏鼓起你这个机缘 只要你的心觉了 所有的机缘都能够通到别的心 于是心电感应根本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 是个家常变态 是每一个刹那都在发生的事 这就是这部电影要告诉我们 它非常的浓粗 用一个异象来表达 它不用很多具体情节 因为具体情节太复杂了 它一拍一部电影都拍过我们 所以把它呢 断练成为一个异象的那样 那经过这样的解说 各位是不是觉得这部电影是真的精彩的 我看到有没有什么野肉 难怪不卖座 到时候会卖座吗 不卖座吗 我想不会卖座吧 因为看到我们人子都 这个电影 为什么那个巴黎的维洛尼卡 常常在某些关键时刻 电影就会想起波兰维洛尼卡的歌声 还有闪现 它那个有多一点点压缩的 波兰维洛尼卡的影响 那个表示什么 表示巴黎的维洛尼卡 其实实时有内在的那个 那个心灵明觉的讯息在闪现 可要一再的闪 闪不闪 到最后才能够全盘来现 比如说他再去他阿爸家的时候 他说我现在知道 原来是说我恋爱了 但是谁我不认识 他阿爸说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现在知道了 还有后来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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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比跟他说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是你了 对 不是写书的缘故 那个字写书是一个机缘 我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原来我们 就没有为什么 就这个事实 然后 我有点说 我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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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 我为什么知道 是你的 从你第一次打电话 我就知道 知道什么 一切 这个一切 是根源的意思 不是直接的输入 知那个本啊 也是知道说 我们本人生命内 就能相连在一起了 心电感应本来就存在了 何止可能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 电影中的水晶球 有一个镜头 特写水晶球 里边的影像 好像就是那个 比如你来说 他曾经做了一个梦 他把他说 冬天有什么地方 还有一个红色的教堂 对不对 那个 道理中就是 为什么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要通过水晶球 来看人生 不是通过照相机 而要通过水晶球 因为水晶球有预知 有灵 有穴的意味 为什么是道理 也许吧 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用了 世俗观点 来看人生 要跟和世俗观点 相反的角度看人生 老子 就是用这个方式 叫逆向思考 所以 凡者倒是动 要绝胜器智 反而民力百倍 要绝人器智 反而民富孝识 所以要通过水晶球 你把人家 人们已经遗忘的那个部分 你要用逆反世俗观点 你要用逆反世俗观点 你才能够看得进阵 好 这个补充一下 好 各位有什么疑问 没有 老师刚刚讲到说 另一半世俗观点 我想要心经跟金刚经 马上定乱讲这个 对 对啊 因为金刚经理就有个公式 佛说阿鲁多 三秒三部地 即非阿鲁多了 三秒三部地 他就教你啊 佛说 任何事情都可以套一个公式 佛说幸运即非幸运 世民幸运 佛说钱财即非钱财 世民钱财 佛说成功即非成功 世民成功 你要反过来一下 以后呢 把它看出来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随语言 也用这些语言名字 没关系 但你要知道 不要把它当真 这就是密相思 还有别的问题吗 有片中 有片中 有片中第一幕是 他唱歌 然后下雨 就是为什么他会看到 是有一个 一个 像那个 大的雕像走出来 在退出来 但是旁边上面 那个云是 有人在浇那个水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导演是 如果你有的话 那恐怕是 当时的 拍电影的条件 对 我那时候想的 他没有说 他是要表达 他是要表达 他是个摔放镜头 还是 导演那时候 我要剪 因为我们拍下雨 常常啊 没有等到下雨 是好用 人 比如说风 也是用大风车 片场里面的 既是 然后 然后 雨是这样子在走 然后 又像脚子 怎么会有 水管 然后这样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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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各位没有问题了 我说一下这部电影 跟我有一个特殊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关联到 他们都认识了 现在什么是茶人 有一位女孩叫做刘行忠 原来在二十五六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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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中在文早 这个念书 他当任一个客外社团 东方思想研究社的社长 请了我去文早演讲 讲什么呢 就是 骑车老师记者 红白蓝 三色电影 讲完以后呢 他们这个主办的几位同学 也就召带我吃晚餐 一起到了玉珠房去吃晚餐 那么在吃晚餐的时候呢 他给我看了他写的文章 他那时候武尊还没毕业 他也有文章 在联合副刊发表 而且是同条 然后呢 还把他看了双面维罗尼卡以后的心得 写在那个笔记本上 羊羊杀上 他真的觉得二十岁 给我看 我看了以后 他还说 他有那个 双面维罗尼卡的原声带录音带 对 你看你买的 那时候1990年 大概在台湾上片的时候是1991年吧 我看了以后很喜欢 要去买这个原声带 到处多 没有 那你哪里买的 他说是他的朋友 国外买的寄给他 我就说 你们能够拷费一份给我 他说没问题 结果呢 过了两个月 他才寄给我 除了这个 双面维罗尼卡的原声带CD以外 还另外 而不是原声带的录音带 录音带那时候还没有CD 还另外附了有一卷录音带 这卷录音带通通都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乐歌 除此以外给我写了一封信 有27张信 27张信 中间大概就两张是他的信 这边说他对于音乐 对于电影 对于文学的喜爱 另外呢 那27张都是一一交代他送给我 那一卷录音带里边的每一首歌 他第一次在哪里听到 他的喜欢 这个歌如果是一个外文 他就把它翻译成中文 一首一首详细的交代 我读里头实在很感动 但我立刻就知道他不是冲着我来的 我只不过是他抒发他自己的那种美好的生命 的一个机缘而已 我也非常庆幸他幸好没有念普通高中 念那个五专 如果他念普通高中 大概说被那个升学字母 他因为那五专 他能够有那么多的余霞 在他的科业以外 会去接近音乐啊文学啊电影啊什么 这个美好 这个是我难得的一个机缘 领略了这个目击了 这么一个健康美好 这个悦乐的生命 他的自我发疏 于是我跟呢 这个行中的机缘就从此结想 很有趣哦 我从来没去找他 他也从来没来找我 可是总是过一阵子 就会有一个机缘 让我们就会想碰 有一个机缘是 他毕业以后呢 他想要考插班 考福大哲学系的插班 因为他打电话来 在广路有关中国哲学 我跟他恶读了一下 指点了一下 后来他考上去 考上去 考上去考上了 中间大概只有一次哦 我们约着去看电影 看哪部电影呢 就是那个 叫什么情人 不是不是 是在那个沙漠 那个二战 英伦情人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英伦情人 最后一周没有来往 最后一周没有来往 对 下一周 后来又在碰面的时候 是怎么了 是他 主大哲学研究所的 一位学长 这个论文口考 我去考 他来韩定 最后又没有来往 然后呢 有一天 有人问我 纸腾炉的 这个地址 我说哎呀我不知道 我帮你问一下好了 比如我打电话到 纸腾炉 纸腾炉的电话 我可很熟 二三六三七三七五 为什么 不断有人打电话 到我家去 纸腾炉吧 我家的电话是 二三六三七三五三 他说二三六三七三 他说二三六三七三 最后是七五 不是五三 只有三五七 所以我常常说 跟纸腾炉他 纸腾炉先生 我说 那请你改打 他这样说 七三七 那些是四一百的答案 但他们偶然在网路上面 抛错了电话 然后就 没有办法改掉 因为他不断自动流传 所以到现在 有时候又会打 纸腾炉 所以我就打电话 到纸腾炉 说 你们在地址市上 所以我说 喂 他就说 是纸腾炉 是吗 我是行踪 我说 你怎么会在纸腾炉 他说 我现在在纸腾炉上班 他学茶了 但同时他也学古琴 他跟谁学古琴呢 我们俄湖杂志 第一任发行人 庄秀珍 他是 庄老师是发行人 他是俄湖杂志 第一任发行人 他是因为他的先生 后来离婚了 韩国士 韩国士老胖 好 那到后来 那个发型就改了 变成了我那人的同事 就是陈丰 陈丰 陈丰 后来又改了 我说 你一见子人 我说 我来看你 事实上 我根本就去看了 你就救死了 你就断了 可是呢 总是偶然 比如说过了好一阵子 我到那个 有一个餐厅叫做 这个 相日葵 就是在回民东路 那个 青年街 那个 派出所旁边的相日进去 有一个餐厅叫做相日葵 后来换了老板 现在换到呢 是 就是我那人的学生 开了 现在是一个酒馆 叫葵屯酒馆 也才有葵 所以我那时候去相日葵 跟我那人去相日葵吃饭 新门就看到刘行峰做了一篇 跟周宇 行中心看头 好高兴 过来跟我拥抱 好久没见 好 下面也就一条了 没想到 那 又下一次见面是 行中看的哥哥 又在那个 紫堂堂啊 那个 这个表演武器 好 我接到那个工作又去了 那一次比较有益 我写了一把扇子 拿去送给行中 之后又没了 你从来没有主动去找他 他来找都没有 所以总是呢 过一阵子就会有机会遇到 好 有一阵子他也不在那个 后来又回来 好 我的孙子 我忘了是三岁还是几岁 大概三岁左右 生日 我们说 我们去哪里跟他竞争 方便的说就智商如何 于是我跟我那人 我儿子 我的媳妇 还有那个小孙子 还到智商路去 就回了 就由行中过来 给我们点餐 这是我跟行中啊 非常奇妙的机缘 虽然从来没有主动找来找去 可是总是隔一阵子 就会有机缘碰到面 也连接上来 好 好 那 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 这个双面雷洛尼卡的 这个机 这也知道了 好吧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 刘烈云明天还要早起 好 那我们呢 从下个月开始 下个月因为第三个月 就是四个礼拜 他们都不在台湾 所以我们下个月提前到第二个礼拜 好 就是四月十二 那我们下一次要欣赏这个 爱情动态发展的三个阶段 各有他们的课题 一个阶段就是那个动情 到底是正事项 我们要借着黄乔卫的花样莲花 来谈一个问题 好 谢谢老师 我们下个月再见 谢谢